欢迎来到新闻频道,明星们很高兴您订阅了该频道。 肖战没上春晚,存在感却很强。 都说成长是一件可怕的事情,但因为有了所爱之人的陪伴而变得不孤单。 新的一年,爱的人在身边,喜欢的爱豆也在迎评的令。 一端共度新年,无疑是一件幸福的事。 2022年的虎年春晚,肖战虽然未能出席,但他的新年存在感却很强。 只因其多个齐发力,晒出了肖战的新年海报,将新年氛围感拉满。 肖战新年海报食品类 与肖战人气一同水涨船高的是他的商业价值,在他的诸多中。 食品类自然没有落下新年该有的范儿,纷纷晒出肖战的新年海报。 满旱大餐给肖战做的新年海报是以深红色背景为主。 在用祥云、灯笼、假山点缀,散发着浓郁的中国风。 肖战身穿红色大衣,披着围巾面容清爽帅气,比起美食人更像世卫帅气男模。 微笑去泡的海报则多了几分清新俏皮。 肖战身穿铜色系服装对着镜头恭贺新年。 下身环绕着的微笑开年,好运连连横幅添加了极许喜庆之感。 在肖战的肩头还有一个小卡通发着红包,十分可爱。 得福为肖战设计的新年海报颇有意思,他让肖战手拿横幅。 横幅上的年年的福正是得福的谐音,并称福来运转,年年的福。 肖战一身红西装配红毛衣,笑容灿烂十分喜庆。 肖战新年海报电器类。 除了食品类,电器类的同样十分给力,纷纷晒出肖战的新年海报。 首当其冲的便是九阳,作为知名的电器,他的海报风格十分精简,但喜庆感十足。 肖战身穿黑西装内搭白衬衫,看上去像个帅气的小王子。 在一片红色背景中显得高贵不凡。 石头电器的海报的也来了,他采用的不是大红而是烟红,海报风格也比较现代化。 肖战黑配红,手拿红包,笑容一如既往的阳光灿烂。 按摩仪被轻松则让肖战拍摄了一个贺岁视频。 视频中肖战在张灯结彩的背景之。 下毒响一片清爽。 他穿着西装为大家送上祝福,看上去十分正式。 肖战新年海报家居日化类。 低漏的新年海报同样采用中国风。 比较巧思的是他还将产品轮廓勾勒出来和背景融为一体。 肖战一身红色毛衣恭贺为宣传,团圆有低漏,碎碎常欢愉。 孟杰则温馨得多,他将肖战的宣传海报直接以红包封面的形式展现出来。 沐浴在金色阳光下的肖战,看上去分外的温馨浪漫。 肖战新年海报服饰鞋类。 波斯登采用视频的展现方式,在一众叉子烟红中显的独树一致。 肖战身穿服装,在同色系的背景下为大家恭贺新年, 看上去轻心夺目,分外大气。 潮牌到底是潮牌? 莫森眼镜为肖战设计的海报也是分外时尚大气。 肖战身穿丝绒外套戴着眼镜,看上去潮裤十足。 身后的莫森赫穗四个大字也是分外醒目。 如此多的新年海报让小飞侠们看得眼花缭乱,纷纷表示,全部收藏。 方如此给力,肖战也回报以他们用心。 有网友发现肖战年夜饭使用的餐具正式的双利人, 将融入自己的生活。 亲自验证产品的好坏,或许这才是一位称职的人吧。 2022年,肖战虽然没有参加春晚。 但在一张又一张的海报中,小飞侠始终感觉与他同在。